这个家庭就快没救了 儿子女婿为了把父亲关在家里 用上了门礼 还从外头把铁门锁了 他们以为这能锁得住他 谁是老头转身拿了一把榔头出来 慌慌几下就把锁给砸烂了 继续出门就是打麻将 他已经欠了别人百千块了 还是要打 他的老伴已经贪了 儿女都指望他去照顾 但他哪还肯照顾 宁可在外头潇洒 跟老朋友见面 扩手扩脚地请人家吃饭 也不管自己刚去银行看的余额 只有75块钱 吃到一半老婆打电话给他 他接都不接 吃完饭做SPA 自己穷对朋友不能差 看这前台的热情饭 老杨肯定是常客 做完SPA就在店里睡一晚 老杨丝毫不知道 这个时候他嘴里的贪老婆 已经从沙发摔到了地上 爬不回去了 这是2017年的国产电影 老瘦 在当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 让男主演徒们拿下了影帝 他演的老杨不算什么好人 却有着强烈的反差 既有江湖义气 又被称为家庭毒瘤 既有早年打过江山的故事和气派 又在如今沦落到电动车上 强称姿态 这样的老混蛋 你恐怕也认识 老杨在外头睡了一晚 老伴被儿女送到了医院 一听医生说 必须做手术 手术费要三万 两个子女家庭都开始了诉苦模式 儿媳说 我们欠了太多钱 没钱 女婿说 钱都借给别人了 没钱 说来说去 还是要先把那个混蛋老爸找到 但老杨连电话都打不通 人呢 还在外头浪呢 因为没钱付足余费 就把电动车押给店家了 出来之后还要嘴硬 朋友有时要回牧区 请他帮忙看几天骆驼 老杨满口答应 等朋友走不久 老杨就跑到肉店 把骆驼卖给屠夫了 在肉店买了牛肉 又买了件妮大衣 跑到莉莉家去了 牛肉送给他 大衣送给他 他跟这女人已经好了几年了 儿女老婆都知道 都身以为耻 但老杨依旧我行我素 等老杨赶到医院 已经是晚上了 女儿看见他 一顿埋怨 老杨却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 这时候 二女儿已经跟哥哥妹妹 收集来了三万块 把钱塞在了妈妈的枕头底下 让他第二天早上给医生 千万不要给老爸知道 就匆匆走了 结果 这钱又给老杨发现 给他偷走 出去买奶牛了 原来是那个托他照顾骆驼的朋友回来了 他得给人家交差 奶牛比骆驼贵得多 他花了六千五买下一头奶牛 送给朋友 朋友一看 骆驼变奶牛 千恩万谢 只说你给了我一条生路 做完好人 儿子打电话来了 等老杨回到家 看见四个后备全在这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他偷了钱 果然 他们想要老杨跟他们签个协议 不准离家 老杨火了 起身就要走 谁知道 儿子和女婿把他抓住了 一家人拿绳子出来 把老杨给绑了 他们捏着老杨的手指按了手印 还要把他关进地窖里 儿子女婿强行压着老爸 按着他的头 把他扔进了地窖里 一家人终于撕破脸 过了不久 老杨挣脱了绳子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报了警 等警察把他救出来 他把自己家人的罪行全部告诉警察 要警察把不孝子都关起来 法院先是要调解 传唤两方来到了法庭 当着审判长的面 他们互相责备 老杨哪里听得了小辈批评他 老杨虽然有错在先 但依着一副长辈的派头 不停讲粗话 指着女婿的鼻子骂 连审判长都叫不住 儿子忍不下去了 老杨气炸 拍桌子就走人 法院人员问他是不是不同意调解 正在气头上的老杨当然不同意 还叫嚣着判他们三五年 放了狠话就走了 这天晚上 儿媳带着孙子来到老杨面前 把他买给孙子的玩具扔回给他 就你这种也配到代代爷爷 一副要断绝关系的样子 唉 家人间的矛盾 往往要拿小孩做武器 而无辜的孩子也往往在无意间被伤害 第二天 老杨气消了 回到法院问能不能撤诉 当然不可能 老杨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那套 人情超越法理的时候 他纳闷为什么不能撤诉 还打算闹事 结果被法院保安赶了出来 儿子女婿被他弄到了拘留所 老婆的手术也因为他一拖再拖 再不做就要晚了 老杨决定先出去办事 身上没有钱了 到大路边拦下一辆皮卡车 请人家烧他去城里 来到城里 到最破的旅馆租了一个房间 二十块钱一晚就一张床 然后就去了小女儿家里 看见小女儿和女婿 也是一顿尴尬 老杨心里本有话要说 看见女婿在场 愣是说不出口来 很显然两个人都不欢迎她 女婿直接说 待会要出去给女儿过生日 不能陪她了 然后拿了一百块钱给她 让她自己吃饭 表面客客气气 言下之意 孙女的生日你不要来 老杨也会议 声称她也有朋友要见 没有拿钱 吞下要说的话 走了 回到房间睡了会 接到电话 那边通知法院要盼她儿子女婿半年 老杨一听急了 怎么能盼这么重 可做出去的决定 泼出去的水 这一天 老杨靠着一座骆驼雕像 看着车来车往 愁了整整一天 夜里 手机没电了 她只能来到一家偏僻的小卖店 打室内电话 五毛钱的电话费 她都不舍得出了 我们带零钱 都是整的 能不能下次有空给你带过来 有钱就打把钱走让 遭到拒绝后 老杨逼了半天 掏出一块钱硬币 不用找了 一块钱的大方 非常尴尬 但在老杨心里 她可以没钱 不能没了气派 用快绝种的电话 打给了小女儿 老杨总算开口 向她借六千五百块钱 之所以要这么小心翼翼 是因为不想给女婿知道 然而 小女儿转头就把这事告诉了老公 这男人现在对岳父是厌恶满脸 虽然有钱 但一毛都不肯给 他的理由多了 去了 莲金和大舅子被老杨害了 判半年 老杨从来都不负责任 老杨虚伪 装模作样 等老杨偷偷来到小女儿家 他拿了五百块钱给爸爸 添上几包烟 但六千五给不了 老杨曾经最疼这个小女儿 没想到他现在也站在 富他的人那边 他的愤怒又上头了 跟最爱的女儿也不欢而散 临走前还被女婿去 摔门摔到了他脸上 难过的小女儿接到姐姐电话 得知给妈妈凑的手术费 短了六千五百块钱 原来这就是爸爸来找他借钱的原因 原来他的目的 不是他想的那么可恶 老杨坐公交车回家 擦掉鼻子流下的血 他想下车 但公车规定不让中门下 他跟售票员吵了起来 气急起来 打开窗户就跳了下去 狼狈又腿疼 但至少保住了衰老的自尊 售票员把他的袋子扔进了河里 老杨下河 试了半天捡不到 大冬天的 只得试了鞋去捡 憋着一肚子气回家 路上碰见两个卖房销售 缠着他不放 老杨直接骂了人家娘 吵了几句 老杨动了手 而结果被打的 当然是老杨 等销售走掉 老杨疼得坐了好久 接到电话 是医院通知 明天上午要给他老婆做手术了 看来小女儿把钱补上了 老杨终于笑了 回家后 老杨找了关系 让有权的朋友 帮他摆平了撤诉的事情 把儿子和女婿放了出来 他们出来的时候 老杨隔得远远地看着 他看见一台车里 坐着他的孙子 大声喊了两句 孙子没硬 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出来了 老杨不能再喊 一家人远远对望了一眼 跟陌生人一样 招呼都没打 渐渐远去 老杨转过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 看见老杨哭 这个一直没良心的父亲 终于哭了 老伴的手术没有成功 病情恶化 医生建议就这么养着 故事结尾 老杨和老伴回到了 那间昏暗的屋子里 也是安女们 要把他关起来的囚笼 闹腾了一番 回到了原点 可他已经疲惫不堪 老杨对老伴说了几句真心话 他一直把他视为最重要的人 一起经历过那么多 只可惜 眼下生活已经没了盼头 我也快活到头了 你先走 我最后就来 最后 老杨把安眠药捣碎在水里 为老伴吃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 他躺在另一张沙发 沉沉睡了下去 故事到此结束 在这一出家庭悲剧 老杨当然有错 如果不是他傲慢拒绝沟通 非要强称为父的地位 家人关系本不用闹得这么僵 但老杨也有可怜之处 他照顾了瘫痪的老婆六七年 儿女选择性无视 他曾经给儿女的人生大事付出过那么多 帮大儿子娶了媳妇 帮三女儿买了房 却都让他们选择性遗忘 酒病床前无孝子 在他眼里 儿女才是自私的 冷漠的 把他锁在家里 把他关进地窖 把他跟他老婆绑在一起 哪也不让去 大儿子问过他配当父亲吗 他其实也可以反问同样的话 你们配当儿女吗 我之前说 这个家庭快没救了 老杨最后选择用死亡来拯救他 就像割出一个恶性肿瘤 只可惜 自私冷漠的癌细胞 已经种在了每一个人心里 当他离去 孩子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 互相为敌的时候就到了 太多家庭有过同样的宿命 人往往擅长讨伐 却棘手擅长体谅和忏悔 电影老兽在2017年的 First青年电影展首映 这是一个重点挖掘电影人 早期作品的宝藏影展 像老兽这样深刻的艺术电影 常常在这里展露头角 在三年后的今天 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如期开展 毒蛇现在也在西宁参加电影节 感受着中国青年电影的张力和深度 感谢有他 让中国电影更广阔 更多样 更深刻